天坑回田岡通車 北市大同南京西 凌晨路面又見小坡洞 三分鐘之後路面全面塌陷 均烈不平 彷彿災難現場 这一辆天坑看起来更惊悚 长20米 宽15米 深度更达到2米 一开门经见家门前出现 深渊巨洞 住户吓坏直呼 不敢住了 太离谱了 昨天这样修补家 不是缩小 范围更大 会怕啊 早上要煮东西啦 什么都没办法 连住的话也不敢京西里面住 最怕是挖到像高雄那个挖到瓦斯管路 他们都有关起来 可是你关起来 整套你气一放下去 瓦斯一爆炸那更危险 会担心不是没有原因 当地居民一早残被通知路遭风 108户住户停水 81户住户无器可用 路面破裂处甚至与一旁水沟盖 直接分家 这个道路的宽度其实还蛮宽的 两侧整个塌陷过程中 目前是没有影响到我们的组建物 专家表示一连串天坑 是污水管线破洞惹的祸 虽然9号紧急用沙包堵住 未攻处孔盖下 避免沙石被冲刷 但旧管线靠近淡水河畔 沙石受潮汐影响全被冲走 路面再度瞬间塌陷 止水困难 我们也即刻的先做了分管 就是这一段 我们接下来就要把它废止 然后相关的未攻管 我们在前端 我们就有一个分流 开挖以后我们就回前 乐观一点 大概是差不多三天 如果有一半可以通的时候 我们也会单向的先行开通 提供临时供水站 台北市府前进指挥所 积极抢修 也要清查附近管线地址 还给市民安全的居住环境 只有王志文 李彩珊 参谋报道 我是陈继根 从采在风灾的摊方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 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我们报道真相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喔